华林县定期大会 持续进行宪政总咨询的议程 在13号县议员复国一恩市提出了建言 并且针对华林市区部分旗楼停放机车的可能性 应该要订定自治管理条例 有条件的开放旗楼停放机车 另外针对中华紫江堆放黑液体的可燃性物质 是否有安全上的问题 也请县政府要做好把关的工作 不要造成意外事件的发生 华林市区属于老街的街道 道路无法拓宽 市区机车汽车停放空间有限 停车部署问题存在多年 县议复国院并且在定期大会向建设处咨询 针对华林市区部分旗楼停放机车可能性 应定定自治管理条例 有条件开放旗楼停放机车 增设这个有条件开放以后 如果有需要这个机车可以放旗楼的这些商家 你可以经过来申请 由我们县政府主管机关认定以后 也到现场去划设这个标线标志 那我们机车将来放在这些设定的这个标线标志内 它就是合法停车 那之后就不会受到这个选举来困扰 那我想这个有条件的开放既可以照顾到想要申请的人 那也不会影响到不想申请的人 我希望这县政府可以针对机车开放旗楼停放这些议案 可以尽数来援拟相关的法规 来到议会 让议会来援拟这个管理办法 让这个条例更完善 让我们花莲乡亲都可以享受到 机车可放旗楼 那也可以让要跟不要的人都有这个选择 另外针对中华紫江公司对放的黑衣物质是否可燃物 也请消防局做后把关的工作 不要造成的意外情势发生 黑衣它是可燃性的 那但是过去都不具于列管 所以消防局它并没有办法 依法去列管这个黑衣 那经过本期在这个议会跟消防局讨论后 我们现在已经行文给这个中华紫江厂 只要它的黑衣测试它的燃点低于250以下 那就属于易燃物 那易燃物那它就要受这个消防局来列管 那因为花莲紫江厂它的厂内囤积了大量的黑衣 我想任何一个易燃物只要是大量 它就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那我希望说紫江厂可以立即把这个黑衣送到相关的检验单位 赶快提出这个检验报告给我们消防局 让我们消防局赶快来应应 欢迎县市政府建设书表示 针对花莲市区部分棋楼提防机制的可能性 会参考别的县市政府的做法 最后作为评估的考量 另外针对黑衣物责的营验 花莲县市政府消防局也会组好保管的工作 来保障厂区的安全 县市政府建设书表示 希望咨询当中的议题也请县府能够积极地进行处理 来解决地方的需求 记得继续发送到